大家好,我是胡彪棒子 前面是今天之前的收货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包裹能出啥 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收货 这个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有一段时间 这些应该都是我忘了去拿开的 我最近华山应该没啥东西 看这里面好像有些负费的 就收这批快递好像负费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太小了 要拿小区特广包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开完这个再开另外一个 这堆小玩意 不知道是什么 这堆应该是我自己买的 哎,我自己买,怎么会买这种东西 看老师是不是有病啊 买了一组康熙啊,光续 没有卡尺了 没办法卡一下这个尺寸 啊,康熙看一下 这一组光续啊 二十几个吧好像是 我记得当中有两个 我感觉有可能是母钱 所以我就把它买了 啊 现在试试看这个光续 都洗的蛮好的 应该是水坑的一坑光续啊 还可以 这一堆好像200块钱买的吧 每一个状态都还不错 对 单个拿出来卖 弄不好都卖 卖个一百多一个 状态都很好的 这一把光续 再配着这一堆的钱的话 就感觉这把光续不怎么样了啊 小东西啊也很漂亮啊 每一个都过一下吧 要不然这个视频就没内容看了 啊,这个光续还可以啊 尺寸的话应该是二十二左右的 没有太小的啊 确实是精挑细选的光续啊 这是圆圈局 啊,这是全局的光续 差不多十块钱一个来的吧 啊,声音还是可以听一下了 啊,卖个二十块钱一个 应该问题不大吧 这一把通轴 二十块一个的光续啊 像这种机油坑的感觉 非常漂亮啊,看到了 啊,这个背也很鼓,字口也很挺 对吧 啊,这个也不错 这个状态也很好 放到两倍啊,看看 状态还真不错的 这个我们有集中的光线啊 就是这样子彈看一下 这个光续 行啊,这个光续啊 我们再看看 最后这一包能说的啥 这是顺风啊 这条子顺风啊 啊,不是,因为风风 风风快点 嗯,把它找开来看一下 看看这一包有什么可以出的 这一堆小康系 小光续也还不错啊 大袋也可以 这一瓶,透度,薄度也不太好 不是,薄秀的大样 这不知道是什么 又来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我也找不清楚的东西啊 不知道是啥 啊,这是个美姿吧 好像 嗯,声音不错 可以 那问题应该也不大吧 这是美姿吧 应该 丛林种宝的一个美姿 穿口不是特别舒服 有点小歪 那字口还可以 哎呀,差不多也就这样吧 啊,丛林种宝美姿 卖的话啊,卖个一百块钱 哎呀,反正我挺喜欢 丛林种宝的美姿和美大的 我这次送品的话有不少啊 啊,这就是我今天两个箱子里面开出来的小玩意儿 其实我们也不是都玩的很过瘾 又有一些种小东西啊 其实海批量的这些东西 就挺多的啊 他说玩的开心就好 其实玩钱并有点东西啊 他说玩的开心就好 啊,甚至说都是今天刚回来的一只 二百五十块钱吧 然后二百五十块钱 买的啊 加上快递费 这个好像是有害秀吧 这个 二百五十块钱买了这么一大把 大家觉得是够还是赔呢 这种东西呢 确实相对来算难卖一点啊 但是他现在是没有行情啊 行情起来的话 像这种小光绪都是啊 挺漂亮的 八十五八十五分随便打打的那种 就这一堆你让他们变成 就是说八十五分一批的这个光绪就是 就差一个盒子费 二十几块钱嘛 二十五块到三十块钱啊 就可以把它全部备成盒子 整保催的话只要十几块就可以全部打出来 成本的话现在的呆个来价是十块吧 十块到十块钱好像是 十块加盒子费二十几块得三十块 现在肯定不会去打 因为现在打盒子亏嘛 如果他涨起来涨到五六十就可以打盒子把它卖掉 嗯也可以裸币出 这种通货是很刚硬的通货 因为是状态很好的一种通货 你就在他没涨起来的时候去收 你才能收到这种就是状态很好的通货 然后收了你就放在那 放个十年八年了 法机账是两百块钱没有了 等到如果你想起来也许他变五十一个了 这一堆就卖一千 就这样子的啊 好我是护票胖子 希望我也能帮助你 拜拜